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时桂军已经和国府分家 孙中山手下能依赖的只有岳军 但是岳军内部人心也不齐 尤其是陈炯明 他和孙中山矛盾越来越深 为了保卫孙中山的安全 时任岳军第一师师长的邓仲元 从第一师中精心挑选一批将士 组成了孙中山的警卫团 初期经为团游邓仲元自己担任团长 后来因为第一师事情太多 他把团长这个位置 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部下陈可玉 现在很多人对这位陈团长不太熟悉 但在当时他可是威风凛凛的大人物 他在北伐时曾担任铁军第四军的副军长 由于军长李济山留守广东 他是第四军的实际指挥管 可以说北伐铁军的名号是他奠定的 警卫团的成名之战是1922年 陈主明刺杀邓仲元之后 派兵工打达总统府 警卫团拼死抵抗 警卫团的薛岳 叶挺 张发辉 这三位领长通力合作 方才宝的孙中山平安无事 这才有了后来孙中山提调蒋介石上用封建 以及下定决心成立皇土军校的事情 孙中山去世后 警卫团回归了越军第一时 后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三位领长也都成为了第四军的中间力量 东征北伐 并肩作战 第四军的赫赫战功 除了代理军长陈可玉的出色指挥外 更离不开三位领长的英勇作战 三领长中 张发辉年纪最长 加入同盟会时间也最早 军中资历也最早 每次升官都是张发辉在前 叶挺和薛岳随后 其中 叶挺一直是张发辉的部下 而薛岳后来被调到第一军 三人的同袍之旅 一直持续到了南昌起义之前 叶挺追随信仰 在南昌点兵起义 张发辉和薛岳职责所系 和叶挺生死相搏 这三位大内侍卫从此分道扬镳 此后 三位领长的命运 再也没有回归到一起 三人分别走上了三条不同的道路 张发辉追随汪精伟 抗战期间先后参与 松户会战和武汉会战 立有战功 而汪精伟投敌之后 张发辉不再被重用 死后处于闲散状态 后来担任陆军总司令 解放战争结束后 张发辉前往香港 寄疗而终 叶挺后来出了国 抗日战争期间 他回国担任新四军军长 1946年4月8日与夫人李秀文 以及秦邦县 邓发 王若飞等人再返回延安途中 不 姓玉南 薛月追随蒋介石 抗战期间担任战区司令长官 抗战有功 万家领和长沙让他走上过人生的顶点 解放战争期间在海南又被解放军击败 于1998年5月3日在台湾逝世 享年103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